香港在過去兩年所面對的挑戰 促使我們反思青年工作的定位和重點 一方面我們要更多聆聽青年人的心聲 切實解決青年在學業、事業、向上流動等多方面面對的困難 但另一方面我們更加需要注重培育青年正面價值觀的工作 北部都會區是一個長遠的願景 可以說是為了年輕一代而建設的 憑值香港的優勢和長遠的規劃 加上國家在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干擾 和越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干擾給了香港的支持 香港將會迎來一個新的局面、新的氣象、新的未來 更為有意追尋夢想一展抱負的香港青年人 提供一個空前廣闊的舞台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